360块买的初号机配件包到底值不是这个价 前几天做了闷的初号机 我突然被运输台非常感兴趣 然后就发现刚好随手做的带运输台的初号机配件包已经出货了 于是我又在某鱼上吃馅了一个 这个配件包的包装和普通随手他们家的产品的包装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开窗的设计 然后分会可能是因为怕你误会 所有的初号机的地方都黑化处理了 这个配件包卖368块钱 差不多就是本体一半的价格 带一把卡枪和一把加特林 其实这个组合我是不太满意的 因为如果我想买三个运输台给三台艾瓦的话 就得连续再买三把加特林和卡枪了 如果说你单出一个运输台的组合 那该多好 卡西乌斯之枪这边有着洗净为止 这么些个卡枪里面最精致的头装 非常漂亮的红色 然后枪成这个棍是金属的 冰冰凉 枪两头是需要自己组装一下的 然后组装还特别的紧 总的来说 这个卡枪算是近些日子以来 我摸过质感最好的卡枪了 然后就是加特林 Cero做这个加特林有着明显的分色 看上去其实比较假 我特地去看下这个原片 加特林原来的分色根本不是这样的 这个做的就有点花说天足了 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R魂的版本 其实R魂虽然没有那么多涂装 但是看起来也是要更真实一点 不过也有优秀的地方 加特林弹夹的地方还有子弹的刻画 算是Cero他们家的传统艺能了 OK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角运输台 我发现我最近买的Cero他们家的产品 开箱普遍存在这种油腻腻的情况 就好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漏液了一样 上面老是有这种油污 擦也不好擦 第二版的零件是运输台的支架部分 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 给它组装起来看一看 其实要让初号机摆一个刚好卡的运输台里的pose 并不是很容易 按照原作里面的样子 初号机的身体是崩直的 站在运输台上面并没有驼背 好几个镜头都会这样的 大伙可以把电影找出来仔细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Cero这个运输台 我感觉高度应该是做小了 初号机在上面要稍微弯曲一下膝盖 才能卡到正确的位置上去 有人说是我没有把这个运输台的准备架伸起来 其实这个运输台的架子是固定的 不是升降式的 官图上之所以OK 是因为摆了一个双腿打开的pose 但是乘坐运输台的正常pose 应该就是正常站立的 如果这里把这个运输台的准备架 稍微坐高那么一点点 就会更舒服 有朋友可能觉得 这个up怎么老对这个Cero那么苛刻 你不懂 苛刻是因为喜欢 这个牌子出的模型我都很喜欢 但是这个EVA系列 它总喜欢在一些小的设定问题上 搞一些没必要的创新 我是真心希望他们家能把这个系列做好的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配件包的卡枪确实质感一流 有喜欢的朋友单独收一把卡枪 也是记号